英特爾今年真的是很慘 股價先是暴跌60% 中國的網路空間安全協會也特別點名了 英特爾在多項議題上 為了討好美國政府 根本就是背離了北京的立場 它形容就是端起碗來吃飯 放下碗來炸鍋 他說英特爾有很多的後門 而這個都是國際上公認 台積電17日這一天公佈了他的成績單 17日的法收會亮眼成績單 可以看到2023季財報合併營收 7500多億元 最後盡力3252億是第三季 毛利率將近60% 57% 而ADR在17日一度暴漲近10% 讓台積電市值飆漲到28.52兆了 不過相較台積電表現這麼好 我們看到英特爾今年真的是很慘 股價先是暴跌60% 最近的新聞說 中國的網路空間安全協會也特別點名了 說銷售的產品有安全疑慮 恐怕威脅中國利益 更直指說英特爾在多項議題上 為了討好美國政府根本就是 背離了北京的立場 例如他說在新疆議題上面打壓中國 要求供應商不可以使用任何來自新疆的勞工 還有他的商品跟服務 並且在財報當中特別標示說 將台灣省與中國 美國新加坡並列停止對華為中心提供服務等等 他形容就是端起碗來吃飯 放下碗來炸鍋 至於光科技的部分 我們看到設備供應商 艾斯莫爾最近在美國的禁令之下 也衝擊他的明年展望的部分 特例的一些外圍的組織 但是我不得不說他一句 他不中聽的話 他簡直實在是慢了好幾拍 他簡直實在是反應太慢 為什麼 他舉了這幾個英特爾的例子 都是在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的事 怎麼到現在才回應呢 已經快要十個月 為什麼說 第一個他講說 英特爾有一些CPU的晶片 出現什麼什麼樣的瑕疵 他所舉的證據 這在美國的法院判決的結果 就是這個樣子 美國的法院什麼的判決 是今年年初判決 怎麼他就在講呢 我實在是 你怎麼維護網路的空間呢 第二個他說 這個英特爾對於客訴的反應不及格 這個也是今年年初的事 搞不好去年年底 為什麼 有很多遊戲機的廠商 抱怨英特爾新款的CPU 動不動就斷電 就是說動不動運作就停止 給那個CPU廠商 帶來很大很大的困擾 要求他們改善 他始終沒有人都要回應 他講的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他說英特爾有很多的後門 他講的每一個歷史 最早是在英國抱怨的 也不是中國 所以中國要搞網路安全的機關 反應怎麼整整 我這樣算一算 至少10個月 至少10個月 慢了10個月 對啊 那這個是國際共識 也不是中國所獨特的 那現在問題來了 這是國際共識 你中國要採取什麼測試 來解決這個問題 你要禁止英特爾嗎 還是怎麼樣 還是鼓勵大家買 因為CPU除了英特爾還有AMD嘛 那還是你中國自己也有很好的榮心 那你到底要怎麼走 那中國現在初步來講 就是政府機關原則上 就是不能用盡量淘汰掉英特爾的CPU 然後在軟體程式上盡量不用微軟 那這個是在中國的政府機關 所以給予政府運作的安全 有道理 因為不管是微軟後門很多 不管是英特爾後門很多 而這個都是國際上公認 不是這樣 不是中國去說謊 或者是故意污蔑他 各地都很證據齊全 但是因為像美國法院判決 只是要他賠償 然後要他這個 做某種程度的彌補 到底彌補了沒有 那你現在拿出來收這個東西 你總該要有動作嘛 你要怎麼辦 還是你英特爾繼續賣 那你繼續講 那就沒有什麼太大的 意義 好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英特爾的 中國大陸的部分 終於是出手 但委員認為現在動作真的是比較慢 那其實針對中國大陸的出手 看到美國最近又有一些報復行動 是針對他說 商務部是切斷台積電幫華為製造晶片這條路 那對於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 會有很大的衝擊嗎 我們也請介大使來帶我們看 其實美國基本上他今天就是說 比如說在這個限制 中國大陸這個買不到或者拿不到設計的 就是說拿不到這些設備的 這些芯片公司主要就是華為 主要是華為 另外還有就是說 比如說針對這些 所謂的GPU 所謂的AI晶片 NVIDIA設計的某些晶片款 不能夠賣中國大陸 大概就這樣 所以它的限制並不是說 只要是中國公司都不能往來 什麼東西都不能往中國大陸送 並不是這樣 它是有設的非常條條框框 美國人說是小院高牆 院子不大 就是這麼大一塊空間 我設了幾個院子 然後牆修得很高 比如說華為我就讓你什麼都拿不到 那如果說是NVIDIA的這些AI晶片的話 H100不能賣給任何中國公司 你不能往中國銷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並不是所有美國的晶片的成品 還有美國晶片的製造設備 都不能去中國大陸 所以它是一個怎麼講呢 你必須要查它那個清單 才知道這個東西能不能賣 這個東西能不能買 其實台積電在大陸設的南京廠 它去的非常早 它這個2015年就過去了 2015過去就 基本上2015設廠 當時是以生產16奈米為主的 大概是12寸晶圓片 大概是一年兩萬片 一個月兩萬片 產能是相當大的 那當然就美國的 對中國大陸的晶片 進行成品以及製造設備的限制以後 台積電也被受限制 那就變成就是說 當時給台積電有一個怎麼講呢 有一個臨時性的執照 什麼叫臨時性的執照 就是對台積電的南京廠 有一個臨時性的執照 這個臨時性的執照到2025年 2024年就是說它就要到期 只有兩年 也就是說 台積電南京廠要從美國進口 美國的製造晶片的設備的時候 它給你一次兩年的一次同意 你不必每個去申請 你就說台積電南京廠來買 就給它買就給它買 不必去申請 那是臨時性的 本來說到今年5月要到期了 會不會繼續給它這個延期 對台積電南京廠非常重要 結果今年5月的時候 美國不但今年6月19號 美國商務部給台積電南京廠 一個永久性的授權豁免 也就是說 所有的美國的這些製造 晶電設備製造公司 或者其他相關材料的公司 要跟台積電南京廠做生意的話 以後不必再去申請 這一次已經豁免了 它就可以拿到 那這一次基本上它就是說 台積電是不是有在替中國大陸 做這個7到14奈米的製程 這個不得而知 因為現在台積電去年 南京廠它擴充是28吋的產能 28奈米的產能 那是不是有在7到7 我查了一些資料 我就查不太出來 有沒有在生產 可是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芯片 台積電是不能替華為生產 可是美國並沒有規定說 你不能替小米生產 也沒有說你不能替Vivo跟OPPO 現在針對華為 Vivo跟OPPO 事實上還是可以得到一些尖端晶片 那也就是說 其實美國這個舉動 其實它在開始 在進一步收緊 對 也就是中國大陸的這個 這個電子 電信產業 它獲得這個高端晶片的這個管道 美國再繼續收緊 所以又會找上台積電 好 除了美國收緊 對這個台積電 做更大的限制之外 我們來看到 早就已經受到 美國限制領導 還包括了艾斯莫爾跟英特爾 現在中國的市占率也是逐漸快速的下滑當中 那這樣子做的話 會不會加速中國大陸的半導體 加速的自主化 老師怎麼看 其實這個 不是說只是半導體 我們講到這個自主 這個當然是聯想一個部分 因為我之前看到一個資料 它寫得很特別 大陸它有維持一個叫18億萬畝的生存線 維持這個什麼生存線 就是不能夠去開發的 就是如果說假設發生戰爭 發生一些危機的時候 它能夠糧食自給自主 然後最近有一個也很特別的信息 就是說大陸現在它這個發展方向 它集中到四川 因為他們認為說 從四川那個歷史的發展 這個四川似乎可以提供大陸 更安全的空間 更能夠操資在我的一個 運營的地方 那這個跟我們現在這個半導體 有什麼觀念 因為這個其實幾年前 當大家聽到這個中國製造 2025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好像是笑話 這個什麼彎道超車 什麼真的彎道超車 會掉到這個山下什麼等等 但是這個科技產品 或是工業的實力 做出來就是有 而且今年2024 就會發現說 除了世界上很多的戰爭以外 會發現中國製造2025 很多東西它已經都提前實現了 另外還有一個觀點 其實我們常常一直在討論這個芯片 可是我從一個消費者的角度 大陸它還是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是他們自己覺得用的可以 其實像現在華為的產品 他們很多華粉 從果粉變成華粉之類 它根本也弄不清楚裡面這個芯片 到底是什麼樣的效果 這是大陸一個很大的特徵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而且它一直在加強它的內循環 最主要是就像蔡委員剛才提到 我這邊也補充一下 就是說像類似中國網路空間安全協會 它雖然是所謂協會 但可能跟我們台灣的認知不太相懂 大陸它其實只要政府一聲令下 它還是有一種 就是說集中力量辦大事 就是說政府走的方向 你朝哪個方向 大家是跟著一起走 那這個跟加速朝自主的方向 它一直都是自主 一直都是認為我們是後發展 我們弱就會被人家打 它都是一直這樣子 很有志氣的在往前走 所以這個半導體看起來 應該是一個自然的繼續前進吧 好 謝謝雲中老師 好 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來關心的是 來看到產業上面的消息 半導體的設備大廠 艾斯莫爾的財報公佈之後 看到結果是不如預期的 直接反映在股價的上面 15日股價中挫了 幅度達到16% 又可以說是暴跌 創26年來擔任的最大的一場跌幅了 而緊接著在隔一天16日的早盤 雖然說可以看到這個跌幅沒有在暴跌 稍微收斂了 但是仍然是有4%左右的一個跌幅 花錢銀行做了一個分析說 到2025年看一個展望 雖然說看到艾斯莫爾 雖然表現是預料之中的疲弱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 這個修正幅度實在是太大了吧 彭博分析師也提到了 艾斯莫爾面臨的另外一個挑戰 當然就是在地緣政治上了 美國對中的半導體制裁限制的是它在14奈米以下的先進製程的設備輸往大陸 另外也透過外交的手段逼迫荷蘭政府要求 艾斯莫爾禁止出售28奈米以下的這些DUV設備給大陸 包括後續如果要維修支援等等也都不行 好再來看到的是這個CESIS的中國商業經濟高級顧問甘思德 他參加台灣中經院的活動也說 管制措施之下確實是提供了誘因讓大陸加大它在半導體上面的投資 推動了在先進製程上面的發展 中國將會全力發展下半導體的製造 接下來會造成的後果就是產能過剩的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到從銀行業美國花旗 一覺醒來就發現美國政府過度管制造成艾斯莫爾的財報大崩盤 另外CESIS的專家也甚至跑到台灣來說半導體生產過剩 大家要沒有訂單了 為什麼大陸開始自產晶片之後包括了銀行美國的部分跟智庫 突然間都感覺不對勁了 難道他們事前沒有預測到這樣的結果嗎 委員怎麼看 艾斯莫爾的前三季的財務報表讓人家跌破眼鏡 就是本來預估大概會有56億歐元的獲利 就只獲利20幾億歐元幾乎是攔腰對砍 可是他並不是正式的公佈他的財報 他說技術上的失誤 我要傳給會計師不小心傳給了媒體 所以媒體就把它報道出來 這個是有點荒唐 不過反正報就報了 結果原先大概每一個人的估計都是在50億歐元以上的獲利 結果沒想到攔腰而戰 結果攔腰而戰整個股票市場天一亮惡化不收 全部的股票開始殺了 崩跌 結果把其他的相關產業 因為一般來講正式的公佈財報會告訴大家 我為什麼突然間賺這麼少 會給大家很多的理由 大家也會去評估說這個理由合不合理 可是他這種是突然間丟出來的 沒有人知道什麼原因 所以大家都開始想 是不是半導體產能過剩 是不是半導體晶片進入衰退期了 是不是AI已經運轉不太動了 所以看艾茲茂爾這樣的財報 就馬上不管三七二十 先砍輝達 砍完輝達砍台積電 那你說美國還有什麼股票可以砍 這個是美國的ADR 包括台積電都全部被殺了 整個股票市場就哀鴻騙野 是這種很意外一件事情可以產生 那為什麼現在跌幅縮小了 而且輝達台積電都還微乎上漲了 因為大家吸了一口氣 為什麼吸一口氣 原來這個艾茲茂爾的銷售量減少 是第一個大陸今年下的訂單 比去年少太多了 第一個原因 可是這個是大家預期之內的 還有兩項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預期之外 大家發現說 中國大陸去年滿很多 艾茲茂爾滿很多 那個利潤已經算在去年了 可是第二個原因發現說 台積電三星所有的產能 平均產能利用力不到八成 大家也很訝異 什麼叫不到八成 不是說生意不好 八成生意是很好 可是人家評估 產能利用力到九成以上 才會下訂單 買新的什麼 買新的機器 然後機器有需要太舊換新 那就不對艾茲茂爾下訂單 那所以八成以上還是很好的產品 原景 只是不再設新的生產線 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是技術原因 這個因為艾茲茂爾的EUV DUV新型的都賣得非常的貴 然後台積電跟三星就想辦法 節省成本 本來一般來講 一個EUV工序有34道 然後到了DUV34道到EUV大概9道 就EUV機器太貴了 他把9道修改成5道 所以變成產能突然被增 就是光科技產能被增 那我成本才能夠下降 那竟然能夠被增的時候 我幹嘛買新機器呢 就是不需要 所以對於這種技術上的一個進展 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台積電跟三星也會太行了一點 不過我們知道製造業 節省成本是無所不用其極 你不能怪人家 誰要你賣那麼貴 賣便宜一點就多買一點 賣那麼貴我知道節省成本 所以三個原因疊加起來的話 就顯現他驚人的財報 就出來就是獲利能力大幅衰退 那營業數字也大幅衰退 那地緣政治當然是其中之一 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因為以前人家算他的 是獲益估計50億歐元 就已經把地緣政治算進去了 那現在沒關係 不過有人說這個是因為影響到 中國大陸的先進製程的發展 所以什麼半導體產能過程 這個邏輯是連不在一起來的 因為中國大陸的先進製程 的確受到了壓抑 可是其他的製程是蓬勃發展 那這一點是對三星跟台積電 是最大的威脅 他說其他的半導體的製造會過剩 看起來目前沒有證據在哪裡 證據在幾個數據中心 你看 Google Amazon 那個什麼 那個微軟都跑去買核電 為什麼買核電 表示數據中心在擴展中發現沒有電 那表示他擴展量太大 超出現在的電力供應範圍 擴展量超級大家預計範圍 表示他買了半導體的AI晶片 或者其他晶片 數字是快速成長 所以大家回過省一想 艾斯摩爾賺少賺錢 可是NVIDIA會繼續賺錢 所以今天NVIDIA會繼續漲 他的邏輯是這樣推論的 那中國大陸的數據中心也是一樣 你不賣給我高級晶片 好啦我就勉強用稍微低規的晶片 那我規模大一點 就是我廠房可以大一點 我散熱花多一點 我少賺一點 你看騰訊阿里巴巴 華為數據中心 而且中國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我在長江下游天氣不好 搬到貴州 貴州天氣不好搬到新疆 因為那個東西需要乾燥需要熱 晶片最怕濕氣 你要截止濕氣的話 你就要不斷的開動那個冷氣 開動無神式系統 那就很耗電 那好啦中國大陸又有特高壓供電 所以它成本就很低 不像美國用一種特高壓以下的超高壓 來供電的時候 就只好怎麼樣 弄個小型核能模組 擺在數據中心旁邊 所以這其實不是簽約要搞小型核電發電模組嗎 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結構的調整 我們看到AI半導體 事實上還在擴增當中 所以表示半導體的股價 除了艾斯摩爾可能會被打壓一段時間以外 其他的還是正常發展 好 維園幫我們看到了幾點 三大點這個艾斯摩爾股價之所以下跌的原因 那可能也是這個分析後來認為說 這些原因也是在預期之內的 所以現在股價的部分跌幅已經微幅收斂了 好 我們持續看到也有另外一個說法 說艾斯摩爾的財報不佳 花旗的分析師說 是跟英特爾坎丹有關係 而且英特爾他做了這個資本支出的削減都有關係 那英特爾最近表現到底怎麼樣 我們也帶觀眾朋友來稍微看一下 他的全年全球營收是500億美元 那這當中有四分之一是來自於大陸 可以看得出大陸市場的重要性 2021年當時英特爾CPU 佔中國桌機的市場份額77% 筆電約80% 2022年在中國大陸的X86伺服器 市佔大約達到九成 那我們現在看到美國對中制裁下 中國也做出反制了 這個最新來看到是中國網路的安全空間協會發文指控 說英特爾的產品漏洞頻繁故障率高 建議要排查英特爾的網路安全 這消息一出英特爾的股價又受到影響了 早盤的部分一度下挫超過3.5% 好一方面大陸在拼晶片自主 另外一方面他開始做進攻了 不是只是保護自己 他進攻去追查英特爾是不是有安全的漏洞 請賴老師來帶我們看 怎麼看中方在半導體現在的佈局策略 我覺得半導體這個部分佈局越來越成熟了 我們看到主要的就是先進晶片的製程 已經越來越接近了 雖然還沒有到 但是7奈米5奈米都已經被證明 說大陸已經有這個技術了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良率也發現 有在提高的過程中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於CPU這個部分 大陸對於CPU的這個佈局是佈得比較早的 因為最主要這個伺服器不能夠掌握在美國人手中 或者掌握在其他人手中 可是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在去年的時候其實中國龍星這個部分的伺服器 已經開始問世了 我們也發現就是說 它的本身的成熟度是越來越高 然後它先用在政府的機構裡面 最早的時候它並不是說我今天要全部推廣 是要先確定它安全不安全好不好用 那所以剛開始是做小型的使用 後來發現說它越來越穩定 越來越沉水 也能夠滿足大陸的需要的時候 他們首先就由政府來推動了 那政府全部都換成這個自己中國的龍星 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們看到它已經開始在取代英特爾的 所以政府的採購在縮小了 我覺得以目前的英特爾的財報不佳 剛剛這個鄭英雄有談到 有關於它聯動的就是跟這個S Mall有關 因為它的財報不佳 它的硬體設施的投資有在減少的情形下 它下訂單也在減少 另外一部分就是因為三星的AI的 跟不上這個速度 所以它的這個訂單也在減少的情形 還有就是當然中國大陸本身也被設限了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覺得這一份的報告不能夠小看 這一份的報告其實是來的正式時候 為什麼 因為這個機構它所做的評估 它的評估裡面認為 英特爾有很多的後門 有很多的漏洞 那麼對於中國大陸的這個電子產品 特別是桌上機的產品 會構成一些隱憂 一些障礙 那它的建議是要全面排查 對 你想如果說開始排查的時候發現 確實有漏洞 而漏洞無可補救 那您覺得要怎麼做 要制裁 對不對 那接著就是要大面積的更換 那你要大面積的更換的情形下的話 那就不能用英特爾的這個產品 那它從政府機構轉到這個民間機構 政府機構它並不是只有政府的辦公間 例如說它的國營企業包括國營銀行 你的企業開始也都只能採用中國龍心 到最後規定以國家安全的理由再來 就是禁止它進口 然後國內使用的都要換掉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話 你民間的企業都開始改用 不能夠用英特爾的話 英特爾一下子少掉中國大陸的市場 那怎麼處理 所以英特爾以現在來講 目前已經是財報不佳 高通已經傳出來說 是不是要收購的問題了 可能收購它 那也就是說財報不佳 然後有在考慮被收購了 然後如果中國大陸再下這個手下去 那你高通還要不要買 要買一個沒辦法打進中國市場的 這家公司這個經驗代工廠 對於它來講有什麼好處 那如果一旦不買的話 那這家公司也走不下去 最後美國唯一的 或者說最有還可以做代工的經驗的 也都沒有了 那剩下來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對大陸這個手出的時機是抓得很好 一般來講我們在觀察大陸的做動作的時候 通常都是先鋪陳嘛 那接著一旦出手 我們要問的是有沒有可取代 當然有可取代嘛 中國的龍星可以嘛 那一旦是有可取代的話 你看華為的鴻蒙也推出來了 華為自己的這個桌上機也要出來了 然後再來 那也就是當所有的 都不能夠再用英特爾的伺服器的時候 那你所有的這些在中國大陸的產業 那你一旦消失的時候 這個公司還能夠回下去嗎 是 這個公司一旦削減的時候 你美國還剩下什麼 我覺得大陸的手是出得很準 因為目前就在英特爾最糟的時候 一下子把它砍掉 讓它退出這個市場 那你美國還剩下什麼 那中國大陸要反手打 那就更加容易了 是 好 如賴老師所說的 這個他特別選定 大陸選定的這個時間點 同樣的問題來請教網友 就是說您認為接下來英特爾 可能被接受這個安全上面的調查 還有可能留在中國大陸的市場嗎 可以留言來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 剛剛老師特別提到說 不可以小看的這個單位 其實是中國的網路空間安全協會 我們來了解一下它的小背景畫面上 成立在2016年是大陸首個 由官方批准的網路安全領域的 全國性社會團體 總部在北京 2023年10月曾經榮獲 中央網信辦四強黨支部的榮譽稱號 我們知道美國的部分通常是智庫發布報告 再給華府擬定策略 這一次北京反其道而行 網信辦媒說話 這個協會就已經率先點名 英特爾有問題了 怎麼樣看這樣的操作 唐老師 這個情況剛剛前面兩位心境講得非常好 意思就是說 現在因為美方她先出手 我們不要忘記 孟晚舟一千多天先從加拿大還引渡到美國 結果最後協商放人 中方還派專機去把孟晚舟女士把她借回來 這個東西我是覺得西方國家 當然美國還有加拿大那個時候 這兩個國家 他們對中方的這種打壓實在太過分了 那所以說呢 中方已經佈局很久了 在這種情況下呢 現在開始反擊了 反擊當然就要打到痛處 而且打到痛處是什麼呢 要快狠準 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因為你已經累積了很多的資產 很多的這個成本 那現在如果說你們這個西方國家 你還是採取這種態度的話 那當然中方必須要有所動作 因為美國呢 他們主要的 他是來制裁譬如說半導體 AI還有量子計算 還有5G 那這樣子的話呢 中方他第一個反制的就是這個美光 對 就是那個美光 美光科技呢 當然也打得他們 這個是有感覺的 那還有呢 就是這個半導體啦 晶片啊什麼像這些 而更重要的一點是什麼呢 稀土 這個東西是比較難以取代的 因為這個他們做晶片也好 做這個半導體也好 都需要稀土 可是稀土呢 在中國呢 它是有大量的生產 可是稀土有一個缺陷是什麼呢 污染性非常高 那可是好了 那現在我用這個稀土呢 來跟你對打 比如說這個 那美國呢 跟歐洲國家呢 他們就必須要跑到非洲去啊 跑到哪裡去 另辟他們的這個來源 那所以說這一點呢 是中方呢 可以說原本就已經下手 下得很重 而且很準的 另外一個就是他們制定了這個 叫做反制裁法 就反外國制裁法 意思就是說你們現在要用這種方式來制裁我 那我當然要用各種方式來回擊 那時候幫他們 比如說我們制裁啦 比如說我們限制你的這個產品的輸入啦 什麼等等等等這些 那所以說呢 像這種情況呢 如果說繼續發展下去的話 那一個全球化就變成兩個半球化 是 那意思就是說你們原本我們是大家一起合作的 我們在全球化裡面互同有無 然後呢 你現在因為你 你們歐洲人美國人先開手了 先出手了 那先出手的話 那當然中方他不願意 這個好像就被你制裁 所以說現在開始反擊 反擊的結果就變成兩個半球化 我們也來看到中國大陸的部分 現在是說呢 這個來自於廠長士官同學 微博的布洛克他所做的分析 他說華為Mate系零他搭載他的新的一個處理器 但是成本確實是比較高 所以接下來 麒麟910售價可能是超過聯發科 我們剛剛討論的這一款 天璣9400款的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中國人工智慧 它的晶片有 韓武器華為等等 但是都還沒有討論太多有關於價格的部分 怎麼看中國大陸它的企業的策略 什麼是中國大陸AI發展的最佳策略 我以為怎麼看 中國大陸的AI發展 跟這個西方國家的發展的軌跡不同 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不同的地方是在於因為美國對中國大陸進行科技封鎖 所以事實上 中國大陸的晶片發展跟西方的晶片發展是兩個世界 講直白的就是兩個市場 就美國現在想盡各種辦法 不准這個西方的這些 這個AI晶片的大廠 把他們的產品賣到中國大陸去 那麼為什麼會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大家仔細看一下現在AI的應用 我必須說也許美國在AI的研發上的這個 腳步跟速度是在全球首屈一指 可是如果你現在看到AI的應用的話 以我過去這段時間的研究 中國大陸在AI的應用上 絕對不輸於美國 所以美國當它警覺到說 中國大陸廣泛的把AI 這個在各行各業 百工百業的這個各個應用場景上 都不斷的在做應用的時候 美國當然會警覺 所以美國不斷的在研發 可是中國大陸不斷的在應用 他們在AI的這個使用操作上本來就是不一樣 那這就是因為如此 所以美國開始要封鎖 開始要封殺中國大陸的AI晶片 那對中國大陸來講 它當然沒有市場價格的問題 因為它根本就沒有要跟回答競爭 大家有聽懂我剛才講的嗎 因為這是兩個市場 西方的晶片是可能賣到中國大陸來的 中國大陸的晶片自己用都不夠了 哪有時間賣到西方去啊 所以他們沒有任何的競爭關係 現階段對中國大陸來講 它的AI的大模型 如果要持續的運作下去 它的關鍵就是我剛才跟各位提到的算力 美國現在要掐住它的脖子 就是掐它的算力 當你的算力不夠的時候 你的大模型就跑不動了 你沒有辦法在很快的時間之內得到答案 你的運作會卡卡的 甚至你沒有辦法去訓練新的大模型 所以其實對中國大陸來講 它現在不是價格的問題 它現在是數量的問題 就是它必須要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在不要靠西方的援助 不要再得到西方的這個採購的過程當中 自己自行能夠完成生產 然後能夠達到它國內的需求 其實中國大陸自己國內的需求量就很大了 中國大陸排名前五家的這個AI的公司 從華為到騰訊到阿里到科大訓菲到百度 光這五家每一家大概就要一萬片 這個AI的晶片 所以其實我想說 不管是韓武器或者是華為 他們如果能夠生產出 能夠投入算力的晶片 光這五家就搶不完了 別提說除了這五家之外 還有45家中型的 這個AI發展的這些公司 所以其實中國大陸的市場非常的龐大 這也就是為什麼 這個你會看到黃仁勳 他想盡各種辦法 都希望能夠把晶片賣進去 因為他自己心知肚明 他的市場在哪裡 他的市場不僅僅在美國 更在中國大陸 其實現在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大家看一看 除了美國跟中國大陸 其他的都不算是什麼 好 所以其實不只是中國大陸 自己市場要搶自己的內需 美國也想要搶中國大陸的內需 掐住他的算力 大模型不讓他去做發展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美中對抗的格局之際 大陸商務部長王文濤 這次跟美國商務部長 在8號這一天特別進行的通話 那王文濤就針對了 美國對中半導體的限制 還有限制大陸的網聯車 這些來表達嚴正的關切 我們都知道 美國對中的這個限制措施 還會持續 尤其是在總統大選之前 這力道不會減弱 那王文濤這時候 發出這樣一席話 是想要向美方 傳遞什麼訊號 大使怎麼看 我想王文濤當然還是 對美方的做法 違反既有的國際貿易規則 提出強烈抗議 那麼希望美國 這個 真正共大陸在競爭上 不要用這種違反 違反這個國際貿易法 或者說 互蒙其害的方法來競爭 這是一種說法 可是問題能不能改變 美國的做法 看起來效果是很小 所以美國事實上的話 它有一個兩難 一個就是說 它不能夠完全放棄 大陸的市場 另外一方面 又不能把一些 尖端的科技產品 讓中國大陸取得 所以它在兩個中間 一直在取得一個平衡 過去這個輝達 事實上它替中國大陸 設計這種特供的 專門中國大陸的市場 那美國政府本來是同意 後來也不允許了 那就是要封鎖中國大陸 取得先進晶片的管道 那可是問題就變成 就是說中國大陸 事實上以這個華為為首 還有這些韓武器 也有很多這些 這些AI晶片的製造的廠商 現在看起來也有突破 到底突破到什麼程度 我想最明顯的 就是中國大陸 現在華為自己的這個 Mate60、Mate70 用的這些 用的核心處理器 GPU來講的話 事實上 都是中國大陸自己做的 華為自己在做的 所以美國現在就是說 它對中國大陸這種卡脖子 尤其幾個重要的科技 那AI是重中之重 所以要讓中國大陸 第一個買不到 第二個製造不出來 那可是中國大陸 現在看起來 就是說這些廠商 不管是華為或者韓武器 它設計晶片的能力 已經具備了 也就是自己可以設計這個晶片 過去美國有這個 這個 所謂的晶片設計的軟體的一個 手上還有一個殺手鍵 優勢 可是現在看起來 中國大陸已經突破了 因為從幾點 九千 九千億來講的話 這都是中國大陸 華為自己設計出來的晶片 那現在關鍵就在製造的部分 製造的部分的話 就是說 最主要是製造的設備 那製造設備 基本上大部分還是在掌握在美國廠商 還有就是美國所能控制的廠商 包括這個 這個ASML 對 它的光刻機 那現在中國大陸事實上的話 做出7奈米的這個晶片 事實上已經是一個事實了 那過去認為 這是要用生子 極子外光機做 可是大陸是沒有極子外光 它只有生子外光機 那生子外光也做出來了 所以現在美國的做法就是要怎麼樣 要把你這個生子外光機 在這個 比如說 在這個中芯 在這些 中芯 這些生產晶片廠商裡面 這些光刻機 讓它取不得原料的補充 然後 它的維修也給你斷 所以基本上美國做的是很徹底的 所以 那中國大陸最近的 他們的這個 這個電子工業部 公佈了一台 中國大陸自製的光刻機 看起來好像是64奈米 我看這個 慢慢大家比較冷靜下來看 大概是64奈米 那距離這個7奈米 甚至5奈米 還有一段距離 可是大陸上已經在趕了 不過整個來講 我想就是說 美國現在的看法認為 這個尤其在AI科技 上面的這個競爭 是美中兩國 誰勝誰負的關鍵產業 所以美國基本上就說 這個問題不能談判 這個 這個雷蒙多直接跟這個 王文濤講說 這個好是 國安的問題 不能夠談判 那我要敬你 就是要敬你 那你能不能生產出來 你如果得到 那就看你自己本領了 不過基本上 我們就看黃仁鑫過去一直講 他認為他一直不太贊成 美國用這種 這種所謂的斷貨 或者這種 把這個中國大陸 這個拿到這個先進這個GPU 這個晶片的這個管道 給它切斷 因為黃仁鑫認為 這種技術 中國大陸遲早自己可以掌握 如果大陸自己掌握的話 那美國現在這一切的這些努力 那等於從某種程度上來 是幫助中國大陸 在相關的這些 關鍵的這些電子產業上 加強自己的自力更生 然後推快 中國大陸 製研產品的一個時程 所以這個東西就看就是說 大陸是不是能夠在 在這個短時間裡面 自己得到取得這種突破 那麼王文濤的話 事實上是對美國表達不滿 可是並不表示 中國大陸 他自己的研發的這個努力 就會停止 我想就是說 中國大陸一方面 王文濤抗議 那我想他的科研單位 一方面也是在加強努力 所以呢 如果說中國大陸在晶片的製造 那獲得突破的話 那我想就是說 以中國大陸現在這個完整的工業鏈來講的話 還有龐大的市場來講的話 那很可能 未來這個 尤其這個晶片 這個 不管是GPU CPU 還有這個核心處理器 這些晶片 可能中國大陸會是變成一個 美國所無法打敗的一個對象 好 美中對抗格局下 現在中國大陸針對這個設計的部分 已經跟美國已經可以抗衡了 那製造的部分現在是在快速的崛起 建長您如何看王文濤這一句話 王文濤他是 就他的工作講他的話 那他也知道其實講了這個沒有用 但是 當一個政府講出一句話 他通常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是 我希望你能夠改 就是我希望美國政府不要這樣子 做這種不自由的保護主義 那第二個就是 其實你不可能改嘛 未來五年 十年大概都不會改 但是第二個就是 我表達我的不滿 當我不滿了之後 我就可以採取一些反制的措施 對 王文濤特別講了一個 他說幾個月前還講 他說保護主義是危險死路 他說即使我們不見得能夠 對等的去徵你的稅 我們也可以選擇貿易等量的貨物來徵收 就是說我沒有辦法對等的這樣 對你報復的 我用別的 因為沒有一個政府 會對這種事情說我束手無策的 不去採理這個措施 我想王總他就要 進他的一個政府官員的一個 他一定要講 那真的不管誰當選 其實不是因為選舉 不管誰當選 五至十年這種制裁 雙方的這種爭霸都不會改變 好 接下來我們特別關心產業消息 中國大陸和西方在先進製程 在今天上面的差距 現在正在縮小嗎 我們來看到在中國的湖北 走風山的實驗室 在最近幾天宣布了 在細光子的技術上面 他們說取得了里程式的突破性的進展 可以協助中國大陸來 克服它在設計上面的技術障礙 並且在美國制裁下 可以來做到晶片自主化 針對這個議題 我們來看到這一位 先前就已經說過這些話的 台積電副總經理 這一位是余振華 去年他就說 良好的細光子整合系統 是可以解決這些AI的能源效率 跟算力推動半導體 步入嶄新的階段的 另外一頭是來自於北京半導體新創公司 中科興通圍電子的總裁隋鈞 他也說細光子晶片可以使用相對成熟的 他提到了原材料跟他這些設備 在中國國內做生產 無需要依賴這些高階的EUV設備了 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宣稱的 細光子技術取得了重大突破 這項技術可能讓大陸在光科技領域 真的能夠彎到超級了嗎 我們請上次哥來看 每次一定要中國大陸有些突破 大家說是不是吹牛 是不是真的 當然這個九封山實驗室 其實中國大陸國家等級實驗室 中國大陸在歷經了過去先前大基金 被騙了很多錢 中國政府被騙了很多錢 紫光集團之後 其實在現在新的部分在推進當中 其實非常謹慎的 有全中國當中在大學裡頭 或很多方面都有很多實驗室的計畫 然後再來幫他推動 然後要能夠宣布都有內部的 很多很嚴格的解核 當然講到這個細光子的部分 一般觀眾不是太理解 我們簡單講一下 就傳統現在看到台積電 這個地方做法的部分 它基本上就是說 它的作為用光科技的方式 有很多的相關的一系列 很精微的技術 包括曝光 包括光組 石科 它其實是非常複雜 但簡單講就是說 在一個特定的晶 特定的一個晶片上 能夠植入最多的晶體 而晶體當中的所有的相通是靠電 所以為什麼幫他以晶片而耗電 可是現在這個光子 細光子不是一樣 它在同樣的一個當中來講 它所有當中的通達是用光 所以光雖然也耗電 可是就沒有用像電子 或用電當中那麼好電 所以這個是非常大的關鍵 一方面省電 二方面來講 就像剛剛我們提到的是 台積電裡面自己的余花自己講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用光 光跟光之間在晶體在溝通的時候 它的這個速度 非常符合AI的算力 因為傳統我們電腦那些 要用的是電 可是現在在算力就不太一樣 而且像包括現在 比如說自駕系統 有很多的影像跟AI結合 因為它有影像 這都適合用光的 像細光子這樣子的方式來進行 而且有個特別是 比如說你同時28吋的晶圓 如果你上面長滿的 都是所謂細光子 它可能就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傳統 是現在28吋晶圓的 它可能3000倍的算力 所以這就是我們簡單 跟大家分享這個狀況 但是我們要知道 任何的最新的部分 技術雖然很大的優勢 可是實驗室 到你實驗室的工藝成熟 到量產 到建廠 到糧綠 It's a long story 這沒那麼簡單 科技技術 還有材料科學的部分 應用永不穩定 還有你做出來的部分 市場到買單 當然中國大陸做是給自己用 但它所面臨的挑戰 也並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還是會互相競爭 如果細光子這麼厲害 中芯國際就不要混了 所以內部的競爭 肯定也還是會有的 但是無論如何都知道 現在中國大陸作為對於 絕對不能讓艾斯摩爾 像台積電他們現在這個製程 我跟你走同樣的賽道 是永遠不可能 專利也輸你 所以現在彎道超車 習近平說 半導體科技是掐脖子 中國的國家要活下去 是現在被掐脖子的 所以這個部分 全力以赴的投入序一定會有的 我講今天 最後講一個部分 現在光耕電當中 清華有個系統 他們就做了光電晶片 有光有電 這是做出晶片的 那現在就是要投入量產 所以很多都在進行 中國不會只有一種技術 這是最新的 大家要觀察一下 好 所以挑戰艾斯摩爾 不只是中國大陸 這個細光子的技術 另外日本方面也在做 說有這個新的突破 這是Canon在月底 新的宣佈 他說出貨的這個設備 是奈米壓印微影設備 好 等一下我們來請幾嘉賓 來告訴我們這是什麼意思 給這個美國的德州電子研究所來做 那這個技術說可以做的是 奈米級的電路圖模具 透過像是蓋印章轉到 這個轉印到晶圓的表面 可以生產5奈米 甚至經過改良之後 還可以往2奈米前進 那嘉能說 我們這個設備 將來會比這些傳統光學機器 還要更便宜 更省它的功耗 那嘉能的競爭對手 他指的其實就是艾斯摩爾 他還說我們的售價的部分 會比艾斯摩爾的設備 小一位數目標3到5年 每年銷售10到20台 這麼厲害嗎 可以挑戰艾斯摩爾嗎 委員怎麼看 嘉能 如果嘉能這一款設備 真的如他所講的 有這麼大的功能 那是可喜可賀 也就象徵著艾斯摩爾的時代 已經結束了 可是事實上可能沒有 嘉能所想像那麼樂觀 我是覺得大陸的科技工程之類 一定要跟他們領導講實話 因為大陸領導不是這方面的專業 像剛才上次哥講的 很多人騙大陸領導 騙了一大堆錢走不好 就以矽光子技術來講 剛才他提到 矽光子在台灣有十幾家公司 有十幾家公司 它其實不是去取代矽晶片 它是矽晶片的補助晶片 大家這樣聽懂 它只是把這個矽晶片裡面 電訊符號變成光符號 在這個PC board主機板上運作而已 那大陸上人家矽光子技術 能夠突破當然是很好 這個在台灣已經是很成熟的技術 只是在應用面 因為就看主機板行業 怎麼去使用而已 一樣的道理 這個大陸的Canon一定會 Canon一定會到大陸來推銷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生產設備 是一系列的生產設備 不是光一個產品 這個Canon這個東西 有一個大家知道盲點 即使我們用光刻機 也不是這個晶片裡面 每一層都用一定要用EUV 不是 有時候通常是說前面幾層還是用DUV 後面幾層有開始 底層才開始用EUV的 因為這樣成本比較省 而且差很多 而且精準度有很多的用法 所以這個為什麼說 Canon一方面也在開始做DUV 他覺得他已經被 耐控打敗了 也被艾斯莫爾打敗了 因為如果說你買耐控的DUV 還是有人買耐控的DUV 因為做奈米素不要那麼精密 而且成本比較低也是用 那如果這一款Canon出來 能夠押韻到2奈米3奈米 當然是很好 可是我們在談半導體 除了2奈米3奈米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叫做這個限度的寬度 技術的數字是德州半導體 德州儀器已經先買了 去測試看看 如果能夠建立一個嶄新的 一個奈米壓印半導體的技術的話 我想中國大陸在這方面更有突破的機會 因為既然是壓印的技術 不用像以前中國大陸到今天 要做EUV的那個鏡頭 做不出來 其實我們就卡在那邊 那個鏡頭其實也不是艾斯莫爾做的 那個鏡頭是菜絲鏡片做的 所以我們做不了那麼好的鏡片 所以就一直卡在那邊 沒關係 如果給那種做的出來的話 我們當然樂見日本跟荷蘭去打 中國從這邊結場補短 好 中日都在尋求在半導體技術上面的突破 不過這個我們持續看到的是美國自己 美國自己在對其他國家施壓的時候 它的半導體大廠老大哥 這個英特爾最近真的是表現不好 而且目前說這個淨資產的部分 還比黃仁勳個人達到1092億美元更少 英特爾現在總體的市值 竟然只有963億美元 那它之前有很多的消息 有人說高通要收購它 那內部也有人說 這個英特爾將大幅下調 它的明年AI伺服器出貨的目標 而且條幅達到三成以上 台場也會因此受影響 現在英特爾真的是雪上加霜了 要得賣祖產來求生了嗎 店長怎麼看 我在1986年開始使用電腦的時候 實際上我們看到的 所有的那時候開始的筆電 或者是桌機上面都有一個 Intel Inside 那Intel到底是靠什麼起家 它不是靠晶圓代工 它靠的是IC製造的這個 IC設計的這個部分 IC設計的部分可是呢 在1990年代開始 我們在談到氣管的時候 它有兩種非常不同的路 一種叫做多角化 一種叫做專注 那我們看到台積電的成功 就是當時的 張東某他選擇的就是專注 所以為什麼台積電oncode 原因就在這裡 就是我幫我的顧客解決一切東西 可是我們看到的 也就是Intel 它就進入了多角化 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 來看到的是產業上面的第一首消息 我們來看到是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華為呢現在正在準備要推出它的新款AI晶片 這一款呢就是升騰910C了 預計最快在今年就可以看到了 10月份會開始出貨 目標挑戰灰達的H100晶片在中國市場的地位 現在呢客戶已經大概知道了 這當中有包括了有字節跳動百度中國移動等等 都已經說了他們有興趣要採購升騰910C的晶片 而初步談的這個訂單數量可能會超過7萬片 換算大約是20億美元 新台幣645億元左右的一個價值 我們看到華為推出的這款升騰910C 效能挑戰灰達H100對照先前中國開發書 我們前幾天都在談的 能夠生產出7奈米8奈米晶片的這種光刻機 我們現在來看整體做一個評估 中國是否距離晶片自主的目標已經不遠了嗎 請教漢婷 首先我們先談華為升騰晶片的910C 這個AI晶片 它是在華為人工智能領域上的重要突破 也是在晶片上的突破 它的性能上可以跟英偉達的晶片相媲美 這並不是說華為目前已經是世界第一了 而是在晶片的領域當中 至少它在技術領域的突破 達到了世界級的水平 所以不僅展現了華為在技術研發上面的持續進步 而且也反映了在美國的制裁之下 仍然是能夠有保持強大的競爭力以及作為的 所以對於國產晶片的持續發展 當然又是一個強心針 那麼就如同我們前兩天所談到的 我們看中國大陸未來不論它是在光刻機 或者在相關的領域 如何評斷它的晶片能夠有長足的進步發展 就是看它的一些企業 它的營收它的利潤有沒有增長 我們發現都是有的 而這些原因就不僅是說 晶片的生產設備的工廠 以及晶片的廠商都有同時間的進步 為什麼 第一個最關鍵的原因 當然還是來自於美國的打壓 在過去大陸的這些晶片的設備廠商 可能不見得都願意使用國產化的晶片 願意用外國的 為什麼因為早期一直都是用外國的 如果我要更改使用國內的廠商 那我勢必要有大幅的成本的提升 適應性的增加 不良率的提升 但是因為美國打壓之後 就使得大陸國內的這些廠商 願意給國內的晶片一個機會 因為這不僅是所謂的愛國新時代 也是未來一旦被禁用之後 那麼大陸的很多公司 可能自己都沒有辦法 再製造出更多的東西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配合之下 關鍵不僅是在於說 所謂晶片本身製造能力的提升 而是所有它的設備的廠商 以及它的上下游的產業鏈 都能夠有同時之間一個進步跟發展 所以這才是在所有晶片產業鏈上 能夠越來越快進步的原因 所以如果我們比較一下 就是當初台積電的一個進步速度的話 2004年台積電是第一次量產 90納米的晶片 4年之後呢 2008年就已經能量產40納米 再過3年 2011年台積電就能量產28納米 那麼到目前為止 中國大陸是確保已經可以量產28納米 而且是完全的自主化 就連光刻機的部分也都是自主 而所有過程當中可能用到的 美國的軟件 美國的耗材 美國的硬體 也通通都已經完成了 國產化的一些功能 所以不管人家說 半導體晶片多麼的複雜 然後或者是技術的多麼困難 其實只要有製造的廠家 和設備的廠家 通力的合作 其實全系列的設備進步跟提升 是有可能在幾年之內 就能夠完成的 就確實從0到1的創新 全球目前還是美國最強 但如果你要講說 從1到N 從1到多的話 那目前來看 一直以來都是中國大陸最強 那當然也很多人講說 你看所謂的半導體工業皇冠上的明珠 這個光刻機確實是很困難 但是也不要忘記了 過去有很多所謂皇冠上的明珠 多得去 對吧 這北斗衛星也是啊 然後什麼軍艦這個也是啊 航空母艦也是啊 大型郵輪也是啊 那很多的領域 中國大陸都已經有所突破 所以現在客觀來看 儘管就純粹技術上的領先 大陸可能還略遜一籌 但是就時間的發展 以及未來的發展 其實都是相當值得期待 好 面對整體大環境來看 這個美國對中的限制之下 我們看到大陸不管上游 中游 下游的產業鏈 都在強化整體的自主喔 所以不是只是單一幾家的廠商而已 是整體化 我們來看到 現在面對整個華為來勢洶洶 這個揮答當然很緊張了 所以要持續的深耕 它在大陸的市場 在美國經歷還沒有在擴大之前 能賣多少就賣多少 現在呢它持續的交貨 旗下的降規板 我們看到畫面喔 H20的晶片已經超過100萬組 客戶當中也包括了 剛剛我們提到的幾家廠商 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 都在裡面 今年揮答在中國的 AI晶片營收仍然是不錯的喔 這個成績達到120億美元 中國市場仍然可以替揮答 貢獻超過25%的一個營收 不過呢它的效能 跟華為來做一個比較 其實我們來看到 Semi Analysis的首席分析師 這位是帕特爾 他表示H20在照面上 效能看起來是低於華為升騰910B的 但是實際上H20的 記憶體的效能的卓越 回答還可以說是領先一些的 那華為其實今年的銷售 預估也會不錯喔 可以達到55萬組的 910晶片的一個銷售 我們先來看到 回答降規板H20的晶片效能 小勝華為升騰910B 但是我們剛剛說了 接下來華為要推出的是910C了 H20未來在中國市場 還具有競爭力嗎 溫家老師怎麼看 其實呢 這個可以凸顯一個狀況 其實就一個市場而言 或是一個企業而言 就是針對國家的一個需求 反正國家有政策 它就有對策 那因此這次回答 他會推出這個 所謂的這個 規板的一個H20的晶片 那其實也就是在規避 也等於是在應應 美國對中國的一個科技的一個 管制嘛 所以他利用這個東西來做一個 一個降規 讓他在中國是可以比較有 至少有競爭力 那當然呢 其實也 他在這個本身在 在揮答呢 他在這個 也為中國的科技公司提出 相對高效能的運算解決方案 因為畢竟呢 我們想這個電腦是日新月翼嘛 那當然這個電腦用 一般我們這個像 我們平常用的電腦 大概就是只是拍拍照啊 或是上上網 但是實際上很多企業是需要 一些高性能的這個 這個主機來做一個怎麼 做一個運算 做一個運算 那所以呢 此時此刻呢 我想這個 這個揮答呢 他願意去降規板的這個2.0 就是要符合 就是還是能提供 提供這個運算等等 那其實呢 在整個一個科技 就像易如剛這個易作所講的 其實在整個一個 中國的一個晶片的發展呢 其實他的技術層面還是 略順於這個美國 但是其實現在美國一些比較 就比較高檔 或者就比較高檔次的 因為受到美國的所謂的一個管制 那當然呢 這個時候 他就是要用以外 比較要歸併美國的 就是一些比較高 高檔次的一個管制 所以他就刻意把它變成 比較一個降規板 那當然啦 其實在整個一個狀況來看 他還是應該 雖然在整個一個騰訊 這個升騰呢 他在這個 在910C 如果他推出之後呢 那當然啦 他的競爭力一定是比這個 所謂的這個H20晶片還高 那當然啦 其實此刻在要回答 我剛才講的 除了他這個運算之外 其實他的這個軟體生產生態呢 還是 就要有這個 強大的趨勢 因為畢竟 整個一個晶片的製程 不是只有單一個產品 可能他還有一個 所謂的生態的系統 那 一旦呢 如果說 這個中國的他這個 他這個 他華為的這個生騰 他如果沒有 在這個去更加 他誘化他的這個 他的一個 一個生態 一個生態的話 那可能他就會 會還是 這個 這個 輝達還是有一定的優勢 那此外呢 輝達也具有這個穩定的一個供應鏈 一個供應鏈 那當然啦 其實 我們還是要看 這個 輝達到底呢 是不是還能夠繼續保持優勢呢 那取決於他的成熟技術 他是不是必須 除了成熟之外 還是更加的先進 那此外呢 還有 現在的這個市場的 這個基礎 是不是因為 會受到中國 你知道他中國 他最會弄的就是一個 國家補助 國家補貼 如果我不問你 我就用更多的補貼 身材燒錢 企圖他就是 想盡設法 要把這個 所謂的這個 輝達呢 打敗 因此呢 在這個市場上可能會受到破壞 此外呢 我想 如果這兩個部分 是他的技術優勢還是在 或是他的市場基礎 還是在的過程中 其實短期內呢 他還是 我認為他還是保持一定的競爭力 嗯 好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輝達的部分 確實還是佔一些優勢的 但是呢 現在看起來華為也是來勢洶洶 當然美國的部分 就很緊張了 我們來看到美國的媒體 CNBC還特別盤點了 其他六家在未來 可能會成為這個 灰敵的大敵人的幾間公司 一共是六家 其中幾家大家比較認識的 先來講兩家 第一家是阿里巴巴 研發了這一款 AI推論晶片 韓光800 說可以讓旗下的電商平台 來優先試用 第二家大家也認識的是百度 他的研發這款昆仑系列的晶片 用於伺服器 還有自駕電動車 另外四家 兩家是用在GPU的是 必認科技還有摩爾縣城 畫面上我們看到 另外兩家呢 是聚焦在研發 AI晶片的這兩家 是韓武器科技 跟另外一間是碎驗科技 這麼多廠商 我們看到中國的科技產業 他們現在的這種策略 是不是用群狼的戰術 擊敗這個大狼 揮答 傑文哥怎麼看 其實對於這些相關公司的發展 其實美國這幾年也有注意到 他對於美國未來產業 特別是像揮答這種世界第六公司 他所造成的一個技術未來的威脅 因此過去來 美國事實上已經陸續出台了 所謂這個黑名單 也就是實體限制他使用美國技術的 包括裡面點名像必認科技 摩爾這個縣城 還有像韓武器科技 都被列入所謂的這個黑名單裡面 因此他沒有辦法方便獲得美國的 像軟硬體技術相關的材料 相關的服務等等 所有申請向美國獲取這些東西 都要經過美國政府某種何可 甚至根本就禁止你 因此對美國這個回答來說 這些公司雖然是潛在造成威脅 但現況其實有的公司 其實不容樂觀的 比如像韓武器科技 他之前還因為業務萎縮還裁員 因此這些公司雖然過去展現了 在很多領域比如在自動駕駛 這種雲端高性能的這種運算 以及像智算中心 以及智慧城市相關領域的發展 展現了很好的發展潛力 但未來能不能繼續追趕 或者縮小於回答之間的差距 我認為未來還有段觀察 而且以美國目前加大力度 對相關公司進行限制的狀況下 它的發展或許和美國公司 它的差距反而還可能會拉大 但這就要看美國的政策 未來是不是能持續這樣去貫徹 而且最重要的是 考慮到中國大陸 它的政府還有相關公司 未來在資金的運用 還有這種這個 繞過美國的限制 在陸續好幾個地方獲得突破 能不能因應它發展之所趨 我認為這幾項 都是未來值得觀察的關鍵 但總體來講 我認為這些公司 雖然對回答未來的利益 或科技的優勢產生一些威脅 但以現況來講 從回答之前 這個對外的一些財報 還有它工時營運相關的一些報告 可以發現 揮答似乎對於 與中國大陸相關公司的技術差距 還是保持一個比較樂觀 比較自信的態度 但是否如此 未來我們要持續去觀察 如果世界愛動 深球觀點 即在環球大陸相關 在未來的公司 無法正確認 無法正確認 得分為